哈嘍大家好,我是哈嘍莎姐Peter 哈嘍大家好,我是哈嘍莎姐的燕祖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Oxford的Vincent来分享他们UBC的夏令营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哈嘍大家好,我是Vincent 我是Oxford International北美洲夏令营的营营经理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在UBC的课程 那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Oxford International 在北美洲Oxford International我们已经办夏令营 超过30年了 我们从1990年开始 我们服务过全球超过10万个学生 那我们的课程也都是在全球有认证的 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北美洲有六个点 第一个是温哥华、多伦多、哈利FAX、纽约、旧金山跟LA的部分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介绍的是在温哥华的UBC 也是在加拿大的三大大学里面 我们的套装课程里面 对所有的学生来说 是很棒的 因为全部都包了 你的吃、喝、玩、乐、行跟住 从我们到机场去接送你 然后到在校内里面的住宿 我们的三餐 我们上课的课程材料 我们出去玩的公车的pass 还有我们出去玩的那些bus 我们全部都包在里面了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个小小UBC的介绍影片 我们下来看一个小时期的朋友 我们下来看一个小时期的一个小时期的朋友 我是一个小时期的朋友 是不是你到达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我来跟大家一个一个一个 介绍我们所有的细节 从学生到温哥娃机场的时候 你会看到穿红色衣服的人来接你们 他们会把你们接到UBC后 你会看到这个非常大的建筑物 那我们的人员会接待你进去你的宿舍 帮你安排好你的宿舍 然后确定你方便入住 那另外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对我很重要 吃的部分 我一定要吃到好吃的 所以在UBC的食物里面是 就是我们通常的三餐 一到五的三餐都是在这个餐厅里面吃掉的feast 它跟我们的宿舍走路只要一分钟就会到了 它是像buffet style一样 我想问一下 刚刚讲到吃的时候啊 像你刚才说是有学校餐厅走路非常近可以到达 那是不是有什么卡 学生要刷卡才能去拿食物扣款 还是说它是OU便宜 就是自助餐随便你吃的形式呢 那在进去这个餐厅的时候 里面的人员会认我们学生的Lanyard 所以Lanyard上会有我们Oxford International的名字 在校园的时候都要带着它 上面会有你的名字 以及我们的紧急联络电话 所以我们的学校餐厅人员会认得一个Lanyard 来确认你是不是我们的学生 那当然你们会很关心 那我来的这个夏令营的时候 这一个礼拜会做什么 我的两个礼拜会做什么 这一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礼拜的sample 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早上是上课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班里面会有很多国籍的学生 所以平均的人数是16到18个人 是一个饭好的人数 你可以跟其他的同学互动 也可以去认识到很多很多的人 老师也会 那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 会是我们的half day 半天的活动 半天的活动可能是户外教学 那我们礼拜六跟礼拜天的周末呢 就会是整天的活动 那我们就会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接下来我会给你介绍这些细节 我们早上的课程 就是我们的英文课程 那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个特别的东西是 我们的课程是自己写的 我们有自己的in-house的课程 边写的人员 那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写 因为我们想要让学生学到他们这个年龄 最想学到的东西 最有兴趣的活动 最有兴趣的主题 还有他这个年龄的学生 他们的学习方式跟大人的学习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自己编写课程来符合我们招生的学生的学习的状况 那我们想要学什么呢 我们非常注重学生的沟通能力 所以当然你一定会训练到你的口语能力跟听力能力 在台湾我觉得学生已经学到了很多文法写作跟阅读 那接下来要学什么 怎么用他们 所以来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学生 你可以学到不同的文化 那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跟他们互动的时候 我们一定用的就是英文 你就会多练习你的口语能力跟你的听力能力 那我们在教室里面是以学生为主动 所以老师其实是在旁边帮你练习英文的这个角色 所以学生要很主动的去做练习 学生要主动的去跟同学做互动 那我们的上课时间每个礼拜有15个小时 就是早上的9点到12点15分 为什么是15分呢 因为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们会上晚3个小时 那我们的课程里面会包含英文的练习 我们也会有project 你可以跟同学一起做group project 我们有一些culture lessons 最简单的culture lesson就是怎么付小费 那很多学生其实他们的语言能力已经比较高了 他们想要学一点点不一样的课程 我们也自己编写了两个不一样的课程 一个是employability 像是以后他们要就业的能力 在这个课程里面 他们可以学到怎么看英文的job ads 我们怎么写英文的resume 我们会怎么写英文的cover letter 所以我们也会去练习 怎么用英文做interview 所以我们也会上课的时候练习到这个部分 所以是超有用的耶 因为这刚好就是申请大学啊 研究什么一定会需要的部分 对 那另外一个其实对尤其高中生 他想要去国外读书 或者是在台湾读English Emerging的那种科系的时候 更好用 是我们的academic skills for higher education 这个是2024年新的课程 那我们在里面要帮助学生怎么做academic writing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学生在campus我们的活动有什么 我们分为差不多六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那种high energy的 像是volleyball soccer 或是capture the flag 是北美洲饭 小时候大家都会玩的一个活动 event nights 我们也会有像disco 或是karaoke nights 我们会有像比较mild一点的team building challenges 那我们也有比较relaxing的activity 在整天去whistler回来之后 好累哦怎么办 我们可以有movie night 我们也会有chill club 可以玩桌游 可以看电影 那我们会有academic themed activities 那另外讲到workshop 我们有更多不一样的workshop 像是martial art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刚才说 有一些activity是你们在 应该当年中小学的时候会做的活动 是不是其实就是 你们把在当地就读国高中啊 会遇到的活动 生活 把他完整的搬到这个夏令 也让学生来做体验 对 我们希望让学生可以体验到 北美洲这边学生也会体验到的活动 所以我们会将它融入 我们自己的on campus activities 所以其实如果学生他对于 想要留学加拿大有兴趣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奇迹点 对 接下来就是excursions 我们的互玩活动 我们有half day 以及four day 那半天的时候有什么 我们可以像是 去downtown walking tour 多认识温哥华的downtown市中心 我们也会在附近的attraction 像是海滩 Kizlano Beach 或者是一些museums science world 那full day我们可以做什么 full day我们可以像是去whistler 或是去grouse mountain 那当然我们也会带学生去play lunch play lunch是我们的 像是我们的主题乐园 他是在温哥华这一边 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主题乐园 那接下来呢 在温哥华UBC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很热爱足球 我们跟温哥华当地的Widecaps足球队 办了这个活动 每一个礼拜 你会有两次的足球课 跟他们的球员 跟他们的教练练习足球 在Oxford International 我们的宗旨就是 The world is your classroom 我们希望让你练习英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希望让你学习跟别人合作 第三个 我们希望让你学习认识不一样的文化 Since this is a global world 你需要跟所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知道怎么沟通 怎么联络 怎么合作 那最后的 我们就要让学生学习 怎么去fit in this world 让我们成为一个 global citizen 以上是目前的简报 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问我们 或者是问Hello Study 谢谢 谢谢Vincent 问题谢谢你们 如果大家对于 Oxford International的Summer Camp 非常兴趣的话 欢迎联络Hello Study 那么Peter还有院主 都会协助你们 谢谢